其實我喜歡畫人的主要 日常生活、工作情況 其實都有很多細節和有趣的事 值得讓更多人知道 通常畫的人物 可能是剛巧入緣分認識的小店老闆 知道他們的故事之後 我就畫了他們 有趣的是 香港的小店很多時候都有養貓 而剛巧我家裡的舖頭仔也有養貓 所以無論是人、貓 我都會一一畫在自己的作品裡 一開始會問Lis和L 他們之間的故事是怎樣的 畫的時候 就看看Lis的面型 L的面型是怎樣的 通常決定面型 然後再畫五官 就會畫出一幅 比較像原本的實物或實人的情況 其實Lis和一群名種貓 為什麼會被人整群丟進來呢 其實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的健康就不是說十分之太好 皮膚又不是太好 之後我們跟牠做了一些檢查 還有絕賣肉 那隻隻就整整一下 現在就健康了 現在動物權益是高了 但是仍然都有遺棄的動物 最後呼籲就是去養一隻動物 無論你買、領養 即是怎樣都好 即是要答應牠們 要養到牠們中老 最後死在你手抱著的 是最幸福最幸福的 是最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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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我回到大概 很快